做過急性骨髓 避白血病 然後做過骨髓椅子 然後現在是肺部胎刺 所以才需要帶氧氣 然後皺蓋子 我們急性胎刺蠻快就有了 就是皮膚啊 然後腸胃 嘴巴什麼的 就是甘子素 蟲不高 然後還有鴻蓋 慢性胎刺是以之後100天才出現的 現在主要是在肺部跟眼睛 之前那些什麼化療品都還好 我覺得就是生病以來最受不了的 應該就是肺部胎刺吧 我拿掉氧氣然後 可能有稍微折一下 或者是講一下話 就是氧氣就會掉到80隻 其實就是戳門就很累啊 然後換衣服也累 像講話就是也傳 就是做什麼事情都傳 就算在原地做一些小事也都會傳 很多事情想要做 只是就沒辦法做 就是那個時候雖然有肺部胎刺 可是促健就是蠻有進步的 有感覺體力有比較好 可是後來戴了氧氣之後 或者是說 每次感冒完就是會整個肺部 然後就要再重頭來 然後之後就進步會越來越慢 打掉同樣會覺得是無限循環有點沮喪吧 雖然復健進步很慢 我還是會照常去做 因為如果不動的話 就一定會更退步 所以就是如果要好的話 就一定要繼續堅持 要就是希望可以回復到 就是至少不用再帶氧氣做 明天應該期待吧